老了不玩,对不起自己,总结得太到位了,这是著名作家蔡兰谈到自己的老年生活时提出的,面对年老,她丝毫没有恐惧感,反而轻松畅快,诙谐又极富指导意义,玩物可以养智,玩,不需要有什么条件,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, 下集,种花,养金鱼,手机摄影都不必花太多钱,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日常生活用品,也不会太破费,绝对不是玩物丧志,而是玩物养志,玩物养志有什么不好? 书法家,传客家冯康厚老师曾说,能附庸风雅,更妙,很多人就是不会玩,连风雅也不肯付,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, 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,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,千万别浪费的,但是每一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,老年一次,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,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, 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,但是老的顽固和老的懊恼就不太好,我们有身体年龄和精神年龄,有人说他50岁之后,生日便开始倒数, 所以今年70岁的人,算起来才20岁,就要像真正20岁的年轻人那样活力十足,无忧无虑, 反之,那些虽然年轻,但生活刻板,不苟言笑,毫无嗜好的人,他们才是真正老了,老了不要等,想到什么就要即刻做, 即刻做的道理,很多人懂得,却不一定能做到,其实任何事都应该马上处理,要不然,一转头就忘记了, 或许有人会说,今天忘记,明天再做吧,可这么一拖,可能就是几十年, 而人一生也为不即刻做而错过的事情与机会,太多太多了,因此,从现在开始, 心中有什么梦想,就赶紧去追逐吧,在逐梦的路上,你是幸福的,充实的, 当付出了心血与汗水,最终梦想成真实,再回头看即刻做这三个字, 你会更加深刻的理解其中所含的意义,人生苦短莫蹉跎, 亲爱的朋友,不要当梦想家,赶紧行动起来,做一个逐梦者吧, 活得不快乐,长寿有什么意思,人生已走一大半,不如一世常有, 到现在,可以避免的尽量避免,不值得为琐事烦恼, 活得好一点,简单一点,就是人生的意义,如果活得不快乐,长寿有什么意思, 一个人的生命长短,是不受自己控制的,做人不管贫富, 只要注意生活中的细节,小小的欢乐,已经可以享受不尽, 生命的长短,不受自己控制,但是生活质量, 却是我们自己能够提高的,吃得好一点,睡得好一点, 不羡慕别人,多储蓄人生经验,享受生活,如今年过七十的蔡兰, 仍是鹤发童颜,夫嫩心宽,这得益于她的豁达随性, 其实,不害怕老,反而更不容易老,老了, 我们也要以孩童般的帅性纯真看待世间百态, 以赤子般的火热赤城,追求无悔人生, 这样生活才会变得有滋有味,有情有调。